中国球迷对世界杯一如既往的热情,想必不用多说,大家都能感受得到。 正如白岩松所说,这次俄罗斯世界杯,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,基本上其他都去了,可不,最近外国媒体也注意到了这股热情,英国独立报26日一篇提为世界杯上中国球迷比英国多,而且,他们还令人意外地支持一些球队的文章说,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,一些富有个性的球迷在比赛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, 例如,毕露球迷数量庞大可能多达8万人,塞内加尔球迷在他们国家队的首场比赛中在歌载舞,日本球迷在其国家队比赛后清理了球场,相比之下,英格兰球迷似乎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引人注目,反而,中国球迷比英格兰球迷还要多。 文章称,此次门票购买数量排名靠前的国家中,俄罗斯高居榜首,售票量达80万,巴西、德国和墨西哥也不出所料的榜上有名。 令人惊讶的是,无缘世界杯的美国,门票销量位居第二,多达8万,但更让人惊讶的是,中国也登上了榜单。 根据国际足联FIFA的统计数据,中国球迷购买了3.7万张球票,中国官方媒体则称共计6万张门票属于中国球迷。 这表明中国球迷比英格兰球迷还多。 文章称,此前已有研究说,相较于中国国家队,中国球迷更支持其他国家队。 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,德国队就是广大中国球迷青睐的球队。 另外,巴西和西班牙的支持者也不少,特别是巴西队,他们的顶级球员曾效力中超俱乐部,而对于另外一些远赴他国观看比赛的中国球迷来说,他们对顶级球星更感兴趣。 阿根廷的梅西、葡萄牙的C罗在中国都备受关注,尤其受到了关注社交媒体的年轻人的欢迎。 拿C罗来说,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拥有200多万粉丝。 文章还说,可以肯定的是,去俄罗斯观看世界杯的大多中国球迷并非超级富豪,而是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。 他们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过程中涌现了出来,预计到2022年,中国76%的城市人口将被定位为中产阶级,购买力介于巴西和意大利的平均收入之间。 而在2000年时,这个比例近为4%,这也引发了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消费热潮。 很多人是因为受到要凸显社会形象的欲望驱动,所以他们的消费颇具特点,并且专注于高端品牌。 因此,文章认为,世界杯也验证了一种通常与越来越富裕的中国人群相关的描述。 人们热衷于参与这个世界最大和最好的足球比赛,是因为这种比赛所赋予给他们的地位,同时这也表现在他们为了支持体现类似地位的球队,或者超级球星所进行的消费。 文章最后说,因此,我们很难看到中国球迷在俄罗斯的某个广场上豪饮,或者与当地球迷发生暴力冲突的报道。 事实上,随着赛事的展开,中国球迷更可能在商店购买品牌商品,或在餐馆享受美国。